這棟透天塑裡面 總共住了祖孫三代五個人 火警發生的時候 阿嬤跟爸爸媽媽他們住三樓 從二樓跳樓逃生 身上摔著滿身都是傷 而且也有多處燒燙傷送醫治療 但是住在二樓的一隊 國中跟高中的兄弟倆 則是在樓梯間被發現 當時已經沒有任何的呼吸心跳 送醫直救哥哥還是傷作不治 但是弟弟幸運的恢復了心跳 火警撲滅後 可以看到一樓客廳 全部被燒得面目全非 而且連停的休旅車 也被燒成焦黑的骨架 初步懷疑可能一樓就是起火點 當時的情況如何 聽一下里長稍早訪問 兩個兒子是住後面那間 阿嬤是住二樓前面 爸爸媽媽是三樓前面 那隨後火警很快被控制住 但是其中的這位高中的哥哥 還是傷重不治死亡 初步瞭解 起火點疑似 但是就是在一樓 而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還要進一步的調查釐清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況 然後探員 幫忙 不問你 我們想要進一步的調查